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朱文泽 AXN20作为全球首款量产的屏下镜头手机 去年我们就已经测试过了 那么现在我手里拿的是AXN20的升级版本 也就是第二代屏下镜头手机AXN30 今天的视频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新一代平台镜头 有哪些提升和改进 首先大家看这款手机的后盖设计 有一点点类似于一个镜黑 右半部分是偏近于光面的这种感觉 左半部分如果你迎着光线看 会发现有一条一条彩虹纹理 就是它会随着光线流转 去实现彩虹不同的颜色 这个后盖如果没有感知错误的话 应该是一个塑料后盖 中兴它其实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降低这款手机的成本 降低这款手机的售价 从而让更多的人使用上屏下镜头的手机 四枚镜头 主镜头是MX682的6400万像素主镜头 然后有一个超光角 另外两个呢两个战术老哥 对吧战术悲剧和战术人像 我们看一下这款手机的正面屏幕啊 之前有很多同学说这款手机正面边框宽 但是从边框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 2000多块钱的手机 以这样的一个屏幕效果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的 直接看屏下镜头 首先呢我们看看多透明 也就是在第二代屏下镜头中 中兴将屏下镜头区域的分辨率 从去年的720P提升到了1080P 我们请出健保锤 显微镜登场 我现在镜头所摆放的位置呢 恰好是这个屏下镜头和正常屏幕的交界区域 能看出来吗 其中右上方 这就是屏下镜头那个小小的屏幕 也就是这一次从之前的720P提升到现在 1080P 400PPI的一个效果 如果我稍微调整一下这个显微镜 你能发现出 就这个部分的像素会比其他部分呢 略小一些 能够看出来吗 就它像素密度还是非常细腻 但是它的像素会略小一些 那略小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光线透过去 从而被那枚前置镜头所吸收 对比一下去年XM20的屏下镜头 大家看 显示彩色图片的时候 去年那个顶部前置镜头区域会明显有彩虹条纹 还是挺明显的 但是再给大家看今年的第二代屏下镜头 屏下区域几乎不可见 去年第一代屏下镜头 在白色为底的电子书缓慢翻页翻书的时候 会明显看到也是很明显的彩虹条纹 以及页面滑过的时候那种逐航显示的效果 而在今年第二代屏下镜头中 你会发现 页面缓慢滑过 逐航显示的效果明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 彩虹条纹几乎消失 在比较极端的角度中 屏下镜头位置还是会被识别出来的 我根据我日常最容易看到镜头的两个角度 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深色背景的话 这个角度是最往下一点 然后迎着光 那个小翘的前置镜头 如果是正视的话 几乎不太容易被察觉 浅色背景的话 这个角度比较容易被察觉出来 如果你从正面去观看的话 几乎察觉不到前置镜头的存在 这是第二代不能称之为完美 但是日常使用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 那么把这项最新的技术 带入到日常生活场景中感受如何呢 首先新闻阅读类应用 其实现在大部分新闻阅读的应用 什么头条腾讯新闻微博都对前置镜头做的适配 所以其实前置镜头有或者说有刘海也不会折挡文章的正文 视觉上来看 当然屏下镜头页面也更加完整 但是也就是更完整的显示而已 如果你日常使用新闻场景很多 我觉得屏下镜头有加分 但不能说影响非常大 好了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四种主流的方案 对吧首先挖草屏 再一个刘海屏 第三个就是我们这次的主角 屏下前置镜头手机 第四个则是三星 以三星为代表的挖孔屏 这还不是屏下 是正常的挖孔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它的上边有一条 根据不同应用适配的这种颜色栏 这四款手机都在新闻阅读类的应用里 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二类游戏 你要落这个呢 屏下镜头可不困了 完全没有折挡 完全没有干扰 第二代屏下镜头在玩游戏的时候 几乎无法察觉出镜头的存在 看一下这一代屏下前置镜头 我先迎着光给大家看一下 迎着光都看不太出来了 同学们 这边是顶 这顶后面宽一点 这是顶上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有一个屏下镜头 因为屏幕比例它是20.5比9 它们两个右下方 其实中心的这个石头后侧的区域显示 是要比iPhone多一些的 而左侧 看没有这个刘海遮挡 整个这一个位置偷空出来了 这个是挖槽和屏下前置镜头的一个对比 大家看 如果我没有观察错的话 中心的这个视野也是要比华为的这个视野大一点的 我现在把这个小按键 给它放在前置镜头上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前置镜头这个位置 知不知识触控 然后现在点按一下这个位置 可以 看到了吗 也就是说 它的前置镜头这个位置 也是支持触控的 芯片从去年X20的765G中端芯片 升级成骁龙870次旗舰芯片 这一次利用内存融合技术搞了一个12加8GB的内存 它有一个扩展内存也就是说可以利用手机的存储空间 把一部分存储的内存转化成运行的内存 你可以自己选择 比如说 我打开 因为工程样机的缘故 现在扩展内存你可以自己选择最大到5GB 如果是零售版 这个位置可以最大到8GB 屏幕则从前代的90赫兹升级到了120赫兹 没错 我还特意问了一下 哪怕是这块屏下镜头上方的这块屏幕 它的刷新率也是120赫兹 第三类应用是看视频 对于目前的时间大杀器短视频平台来说 由于安卓客户端的适配机制 顶部和底部也都流出了充足的空间 所以如果你看纵向视频的时候 其实影响不大 但是如果你看横向视频 尤其是宽屏幕的电影 这个差别就会非常明显 今年第二代屏下镜头升级之后 显示效果已经非常出色了 大家着重看一下屏下镜头那个位置 显示电影画面的效果 这个环节其实要比全面屏本身的意义还要大 真的几乎已经完全无法识别出 这是一个有前置镜头的手机 现在给大家展示同样一部电影 然后采用四个不同的前置镜头方案的一个效果 大家现在可以看出左上角是挖槽 左下角是刘海 右上角是X30屏下镜头 大家主要看还是看屏下镜头是否影响你的观感 它肯定是有屏下镜头的 但是它是否影响你的观感 右下角是一个屏下居中的挖孔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画面给它关灯 大家看一下效果 当它没有挖孔 没有刘海 没有挖槽的时候 对吧 这个视觉观感确实会更好 那句电影台词怎么说的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X30屏幕是6.9寸 重量是189克 厚度是7.8毫米 在保持屏幕尺寸和上一代完全相同的前提下 厚度下降了1.1毫米 重量下降了接近10克 其实弹出视镜头也能够实现正面屏幕完整的一个效果 但往往它在厚度和重量上控制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屏下镜头能够保证轻薄便携的基础上实现全面屏 这对于用户来说就很友好 加上这块屏幕本身它是10比特颜色 P3广色欲显示 如果你喜欢用手机看电视剧看电影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不过由于这款手机的售价便宜 只给配了单音声器 建议自己高低再配一副蓝牙耳机 视听感受得支愣起来 最后一个常用场景 电子书也是我最喜欢这款手机的一个使用场景 配合上完全不重的手感 看电子书那自然是极好的 这个屏幕效果 上半部分完全没有其他任何的内容干扰 下半部分没有任何内容干扰 整个一块屏幕除了有文字 彩色的图片 再没有其他任何消息 这才是沉浸的阅读 尤其是你看一些本身就是带画的那种文艺书籍 比如说这张 这应该是哪个教堂的天棚是吧 对不对 这大屏幕 这上面完全没有任何屏下镜头的遮挡 从显示效果来说 如果说AXN20可以打80分 是可用的等级 那么AXN30已经达到了好用 可以给到90分了 说完显示效果 我们再说另一大难题 拍照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AXN30在前置镜头区域的屏幕像素密度极高 而拍照时需要让光线透过这些像素之间的空隙 汇聚在传感器上完成拍照 难度就在于像素比去年更密了 缝隙比去年更狭窄 光线投射也就更少 中心解决的方法是采用更透光的屏幕材质 同时增大前置镜头传感器的面积 经过实际测试 预览框中的画面还是会有屏下镜头所拍摄的一层雾雾的感觉 但是通过骁龙870的AI神经网络运算 会对照片进行除雾和修复 好了 我现在用这里前置镜头 在这儿 看见了吗 我用这个前置镜头来拍摄一张自拍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细节 这也是第二代的一个前置镜头的自拍效果 就是它在预览的时候确实还是会出现轻微的雾化 这是还有的 它后期通过骁龙的AI芯片去运算 然后通过它的一些储物算法 让这张照片尽可能的看起来真实 好了 然后呢 我再用这款手机给我自己拍一些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是背景 背景有一个空调 在这里我跟大家明确啊 它肯定是不如那些主打自拍的手机的前置镜头好 它如果光线复杂的话 它肯定会出现雾化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的前置镜头视频功能 只是用来周末给回家打一个电话报平安 视频电话报平安 这个功能还是可以用的 电池续航方面这款手机搭载的是4200毫安时电池 同时配备了一个55W的快充 经过实际测试15分钟充入电量41% 30分钟充入电量73% AXON30对于AXON20应该算是全面的升级了 这个系列最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的价格其实很便宜 去年AXON20售价是2198元起 我估计今年30这个也不会跪到哪去 中兴的策略这两年我觉得反而比前两年清晰了很多 中兴要做的就是差异化 我把屏下镜头这个点做好 做得越来越实用 然后价格还不贵 让更多人有机会有预算去体验这个差异化 你说屏下镜头真的能一下子颠覆世界吗 我觉得现阶段肯定还不挠 但它一定是智能手机追求的终极形态 同时现在的屏下镜头能让更多人看到中兴 这才是现阶段对于中兴最有价值的事情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钟文泽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